过比运比 但现在 显然已经开窍了 唯有进入秦山里 才能躲避于文怀的招牌 才有机会为秦人报仇 就算我是铁灵的 我也要宠一宠 听小六这个名字 以后不要再叫 本公子赐你一个名字 新闻 看透风尘 在这善恶彼腹的城 我与你共存 那一束光头着 鸿蒙指令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 明珠如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问情存不声嘲 我偏要坐着月或少 不尽阳凉 怕海未扬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 使我思想与生 催马换起灯烈场 抬头遥望那些 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祭荡 听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心不能飘荒 敢乱世未亡 比真雪涂浪 才有希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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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子 是继续被送爹之吗 不 自打您从人脸上救出他以后 主公就已经让我替您留意他了 此女有兽性 桀骜不逊 用之不善 控伤己身 用之 防之 弃之 悦而无孙 切记 切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弟愿 今日连逢至悲至喜之事不免有感 乱世人生如荆棘中旋路 步履为艰 凶陷四伏 已只有行云流水如你 放舟江湖如你 才对朕自在 才对朕自在 说明 宝宝 你才对朕自在 宝宝 你才对朕自在 我叫你 你才对朕自在 那姑娘 昨晚也叫 大早是还叫 你快给她们送过去吧 那我看你死的时候要怎么叫 喊什么 不是你跪求 要一个侍寝承欢的机会吗 害羞了 你听着 我的事情逼你得会点滑雪修处 看着 我只示范一遍 铃跺 词 一起 有ayd 近 很有 视 可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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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自本能 岳公子 坏人来了 坏人来了 别动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站着干嘛 还站着干嘛 还不赶快 把被你玷污的被褥洗一洗 被我玷污 明明就是你故意弄脏 好坏 好坏 我在这府里十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 事情之后还是铁铃铛的 真不知道 这和佳祭有什么区别 姐姐 这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大了 人家夜里做佳祭 白日里还要依着府里的规矩 做铁铃铛该做的活 比如说洗杯肉 算了 我们不要里头 将来我们六姐 要是给公子生下个小公子 或者是小小姐 脱了奴籍 那也是他们半个主子了 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说什么呢 姐姐 她说我们得罪了未来的主子了呢 我好害怕呀 怕什么 我看他们是白日做梦吧 这山鸡就是山鸡 飞上枝头也成不了凤凰的 那也比一辈子在枝头上面当山鸡强 锦竹姐姐 今天早上的汤不够新鲜 公子很不满意 你别想拿公子压我 我告诉你 如果公子真的在意你 就不会让你亲自洗被褥 你还是回去给我干活吧 六姐 六姐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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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我的亲拿手 果然厉害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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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 废 und 封儿 你这穿得不男不女的 在干什么 什么不男不女的呀 你没有觉得今天 vem � Performance 别的风流 пре八 英俊潇洒 最重要的是 没有一个人很像吗 谁呀 殿下 给你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好了 本公主给你们出一个主意 蒙上眼睛投胡 是不是更好玩 更刺激啊 燕熊哥哥 我也给你蒙上 殿下 要帮您蒙上吗 我不蒙 你退下吧 妈 诺 来来 蒙上 黄兄 你在干什么呢 你别愣着了 你快去快去 好好好 快 快给我黄兄蒙上 快去投胡 那你们先去玩 我睡会儿 给我蒙上 诺 燕熊哥哥 燕熊哥哥 你不会睡着了吧 没有 怎么会这么快就睡着呢 去去去 你们去玩吧 你别睡嘛 往右边 公主 要不我带你去投胡 不去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就想在这儿待着 站着 看着 睡着 什么时候不能睡啊 偏偏在这个时候睡 小羽毛 不要淘气 可是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小野猫 小野猫是谁啊 小野猫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不要淘气啊 小野猫就是小野猫嘛 喵喵喵喵喵 小野猫 可是怎么感觉你说的不是猫 怎么能不是猫呢 吃吧 好 好了 微臣还有事 先行告退 燕熊哥哥 你去哪儿啊 回去喂猫 猫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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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干什么 本世子来了 你还不赶快起来行个礼 这才刚成为元月的事情婢女 就不把本世子放在眼里了 这点眼力价日后定没出息 就你有出息 对了 听说元月给你起了个名 叫星儿 不会是为了配她那个月子吧 真矫情 这元月昨晚不会 怎么跟吞了灶火一样 我知道啊 难怪你火气这么大 想必昨晚上是没能如愿以偿吧 被元月那个冰块从房间里给踢出来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贵人不踏见地 你最好离这儿远一点 小心许见医生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语文月啊 她现在在小工丧期 她呀 是不会碰你的 你 你什么小工丧期 这跟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要扶桑 她要守孝 对吧 可我不用啊 我们燕北男儿 头顶熊鹰 胯下骏马 胸怀坦荡 要不你跟了我啊 别别别 那么大个帮子 你扔过来会打死人的 我警告你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最好不要招惹我 你要是再敢招惹我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你 停下 你到底要干吗 来 替本世子牵马 牵马 好 上马吧 谁说我要牵马了 本世子就是想散散步 你 散散步 你 你 你什么你啊 快点跟上 不然我走远了 急风倒是若是踢你 我可管不着 你 你 咱们的冷公子不好女色 真想不明白 你为何要把小野猫留在身边 谁告诉你 我不好女色的 不过啊 说来也奇怪 这小野猫居然能连闯两关 你真的以为它是侥幸吗 我只能有个小野猫 你怎么会被人换 你怎么会出来了 我你帮你地走 你怎么会出来了 你还要帮你 你怎么会出来了 他是人猎场唯一的幸存者 在长安城里 没有任何的背景和异邦 这是我最需要的 对 对对对 说得特别对 太对了 所以啊 这个小野猫 我要了 现在想要的话 完了 好啊 既然你不打算给我 那我也就只好 赖在这青山院了 青山院地方多得很 世子喜欢待的话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说真的 你可不能跟我的小野猫 来争嗝的 让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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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长没长眼睛啊 你把倒水往我六姐床带上扑 我 我就算闭着眼睛 也能闻到他的下剑味 铁铃铛佳姬 你说谁是佳姬 当然是说你们姐姐了 要不然还能说谁啊 怎么 不服气啊 一个草场婢女 还想在青山院抢出头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五六姐才不是佳姬 是吗 好 拿罐蜂蜜过来 诺 你干嘛 来人 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 哎 哎 你 什么 啊 你 来 怎么连小冲都知道 你们的姐姐 即便爬上了公子的床 也脱不了骨子里的婢女德性啊 这些蚂蚁小虫 分明是被你的蜂蜜引过来的 你明明在搞鬼 就是你 还挺聪明的呀 对 就是我 我就是想教训你 羞辱你 怎么样 本姑娘今天高兴 就教教你们青山院的规矩 我不吃 不吃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你们这些草场婢女 应该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蜂蜜吧 本姑娘今天高兴 少你们吃 吃呀 你们两个下奴 就想爬上公子的床 想做主子 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好啊 那我今天让你们吃个够 吃啊 姐姐 嫁好她 好啊 刚才是你打我的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不然呢 这还有谁啊 六姐 放开她们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这两个地等的婢女 不懂规矩 我替公子教训教训她们 是吗 是岳公子让你教训她们的吗 我教训两个下人 需要公子亲自开口吗 锦竹姐姐 虽然你带着银铃的 但你别忘了 你也是宇文府家的下人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一个下人私自动手打人 就不怕受到府邸的惩罚吗 我是不是要告诉岳公子 你是怎么不把府邸的规矩 放在眼里的 就是 大家都是奴婢 谁能比谁高到哪里去啊 说得好像自己是府里的小姐一样 就是 你闭嘴 你个贱婢 这 别有έλ 拖拖拖 灯落这 干吗呢 开热闹啊 给我好好收拾它们 灯落 走 啊 走 别 走 走 你 好好做人不会吗 偏偏要学恶狗咬人 放肆 公子 是锦竹戳手在先的 公子冤枉 我只是想教教他们规矩 可没想到他们不但不听 反而处处跟我作对 您看 我如果再这么下去 青山月迟早会被他们闹翻的 公子 我 住客 规矩都学不会 过来 收拾 大家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吗 公子维护谁 又处罚谁 你们别以为星儿爬上了公子的床 就是红人了 在这青山苑 还是锦竹姐姐最大 最得宠 你们说是不是 走 疯狗乱咬人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谁是疯狗 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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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量力 还惹是生非 太好 这也不然是 还不乎 乱 你自己的 我还没想到 你自己的 坏人 你自己的 这也不认为 你自己的 不认为 你自己的 云上 弱者凭什么替别人讨公道 公子 颠倒是非黑白 欺负弱者的人 就是所谓的强者吗 心而不解 还请公子指点 你很喜欢逞强好胜什么 好 今天让你过足矣 中文字幕组 汤 以后 与 上 很美 宣传 努子 屎 与 公子 公子 星儿 还不快跟上公子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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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石头 公子 好 公子 受罚结束了吧 四个暴头就得意忘形 接着练 如果练不好的话 小七和小八 就别想活着离开青山院 与七 开启六个暴头 现在你可明白 制石头也需要练到精快准了吧 接下来的三个时辰就练这个 如果你功夫不到家 也不用谁罚你 这些无头剑呀 就够你受的了 大事 我都追了 不就呈了 我去吃排队 那也有过 还不至于 你这个人 不厉害 你还不厉害 银子 这也不厉害 你不厉害 你好 你othante 你 Hit the same 你 это 你的手 你啊 你怎么误 你有了 六个人 为了报仇 再痛再忍 也要忍下去 参见世子 参见世子 坏蛋来了 坏蛋来了 三角 坏蛋来了 坏蛋来了 世子爷 咱家公子在午休 请容我进去通病 午睡 正好 通病就免了 让开 诺 老爷 消灭 辣 全 鸡 黄 3 2 2 救命 严勋 你是猴子变的吗 不就是弄脏了你的被子吗 大不了让星儿 去河边帮你洗洗不就得了 星儿 它才是你的正题吧 对了 你把那只小野猫藏哪儿去了 与你何干 我只是担心 它的小爪子 被你磨得快没有锋芒了 你就不怕被它的小利爪 抓得面目全非 我当然不怕了 你得小心 公子 三个时辰到了 客人还在屋里呢 接下来 本来 约 实在是 约 车 丢 丢 走 公子 公子 我可以过关了吗 你以为这就可以过关了 这才第二关 现在开启八个暴头 月琪 让她看看 我不用带我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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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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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的 那不正好吗 一个才爬了一天床 就被赶回奴婢房的奴婢 正好让她清醒清醒 我姐姐都受伤了 你们还让她吹风 你哪儿那么多话 这被打得也太惨了吧 你干什么呀 轻点 你睡觉去 睡觉去 这个宇文约 真是不分星红皂白 把姐姐打成这样 宇文家的人 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对啊 女奴犯罪 要不拉出去一顿鞭打 要不就绑去罪奴所 哪有主子亲自折磨到三更的道理 这个不是 快来快快 过来 我告诉你啊 我们可要好好照看姐姐 说不定啊 咱俩的前程性命都有指望啊 什么意思啊 说了你也不懂 还有啊 你记住 那颗木珠千千万万不要再拿出来了 明白了吗 嗯 孩子你记住 你唯一能靠的只有你自己 呀 啊 嗒 甄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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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洁七流 先端七元 三流 先端七元 这也算了 这怎么不算了 公子不是说 搞定八个抱头 就能拉门铃出来吗 我已经搞定了呀 公子啊 让你练的是速度 不是你的小聪明 仙儿已经有了诀窍 现在八面非箭 均可应付 公子 我练成这样的功夫 终着花了一年的时间 很好 现在也算得上 是眼疾手快了 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我知道我错在哪了 明天继续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子有令 三柱相后方可歇息 那这算不算最后一关了 起来 我刚才明明站得好好的 是公子用枣打我 我才掉下来的 狡辟 不许下来 进 以此功力 来成什么能 就知道你成不了几乎 我就示范以此 给我看好了 我停住 停住 不成气候 小七小八 快 帮忙 快点啊 动作快啊 六姐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岳公子怎么又把他打得这么惨啊 我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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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宗官 嗯 最近 有什么动静吗 现在岳公子 再以责罚的名义 在偷偷训练仙儿那剑臂 不知这里面 到底有何蹊跷 这么说宇文月 能用得上那个剑臂 错不了 我 走 我知道了 这个事让我得好好想想 我觉得那个星儿 他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 倒不如趁他根基未稳 做了他 你也找个机会 再试试他的身前 愿听朱大总管吩咐 六姐 那个锦竹可嚣张坏了 就是 六姐 这几天我们都想死你了 他又欺负你们了 那倒霉啊 就是 脏话说了一箩筐 我现在啊 倒是喜欢听他说脏话 他越说 就指明他越嫉妒咱们 对 他越嫉妒啊 我就越高兴 看看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 大有几分像锦竹了 真的吗 六姐是在夸咱们 像少访的大婢女了 大婢女倒是不像 尖酸刻薄倒是像个七七八八 尖酸刻薄 尖酸刻薄点才好 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呀 小八说得对 过来 干什么 今天晚饭之前 把这些衣服洗干净 晾晒好 明天早上送到我房间来 这好像不是公子的衣服 你眼睛瞎了吗 这怎么可能是公子的衣服啊 是我的 你的 你的衣服凭什么让五六姐洗呀 就是 你个贱婢轮得到你说话吗 真以为自己是主子了 这难道 artist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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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 走 越野 玉琪 救命啊 玉琪 玉琪救命啊 玉琪 玉琪 快帮帮我 快把我放下来 大惊小怪 出什么大事了 大事 大事就是 快放我下来 就是公子想喝茶 没人预备 要烹茶就快去准备啊 诺 走 走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仙儿已经能在锦卢的手下应付自如 看来这段日子的辛苦 总算没有白费 我磨炼她 只是为了让她自保吗 公子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您不觉得奇怪吗 仙儿进步的也太快了吧 这不合常理啊 除非是 除非什么 除非她从小受过极为严苛的训练 并且跟机打得非常老顾 我已经让越位 继续调查仙儿的底细了 她目前没有多大威胁 为了让仙儿这兵离刃 早日为公子所用 您看 是不是得给她加点料了 这样更能释出她的潜能 我会把她的潜力 终于是 早前面 给她的潜力 我会把她的潜力 终于是 我会把她的潜力 我会把她的潜力 在这里 我会把她的潜力 当时 她的潜力 她的潜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 你? 拿把剪刀过来 那? 拿把剪刀过来 公子 拿把剪刀过去 银铃铛 这星儿的银铃铛比锦竹姐姐的好看多了 锦竹 把你的房间腾出来 现在她处于香儿姑娘了 不 我是三方太夫人送过来的人 谁也不能躲落我的房间 这里是青山院 香儿姑娘是公子的天身侍女 锦竹找准你自己的位置 不要愉悦了 银铃铛 以后要对那个星儿再好一点 请你给我滚出去 你 莫非那个蒙面女子就是锦竹 那个星儿就是个大祸害 我实在是对付不了她 悄悄回去 等我命 你在找什么 我坚持天调了个东西 我过来看一下 灵溪哥哥的死 肯定也太有关系 我愿意 夜风吹乱月光 生如煮房 心有眼藏 谁人笑我悲惨 被命运折断了 翅膀 我一点清醒也将分疼 融合人世间陪伤 只有命运知道我所想 这路永远永远